大家好,我是主播琪琪,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不要忘记担机小铃铛,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谢谢大家。 净余年的爆火,或许是平台方都没想到的是,在强敌环次之下,居然成为2019年末最大的黑马,并且成功将热度延续至2020年,与同期其他剧集不同的事。 这部剧的结束只是暂时与观众告别,第二季已经在锦罗密鼓的制作中,应在这部剧集中饰演第一残女范若若而关注度大涨的宋毅,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第二季的部分剧情,以及范若若这个人物将会产生的一系列变化。 宋毅表示,虽然范若若这个角色在第一季中颇受观众喜爱,但是她自己却觉得这个角色太完美,因为没缺点所以导致有点平,所谓平,就是角色性格没有太多起伏,演员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挑战难度不够大。 但是宋毅表示,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季中,范若若有了新的身份与任务,也会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为范若若本身的性格,后年的剧情中她将进入宫中成为卧底,为哥哥范贤传送情报。 说到范贤,不少网友对于范贤与范若若之间的兄妹情看好,甚至有人让了这对兄妹的CP,被其他观众视为邪教,不过宋毅却亲口透露。 在第二季的剧情中,兄妹CP绝对有戏。 第一季中范氏兄妹一直以为彼此是亲兄妹,所以只是亲情关系而已,虽然范贤本身是穿越而来之人,但也恪守着兄妹之间的关系,而其实范贤心中对妹妹一直有好感。 但在第二季中,范若若与范贤之间被证明没有血缘关系。 宋毅称因为这层原因,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感情上有了些升华与不同,看起来兄妹CP是真的。 第二季中,这两人之间的感情线也将会成为一大看点,不过按照原著的安排。 虽然范贤与范若若有感情线,但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不知道剧版是否会延续原著中的设定,除了范若若的身份发生变化外。 网络上不少路透消息也讨论起来,也足以让人获悉第二季将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叶青梅的角色。 据说,在第二季中将换人试验,第一季的叶青梅出场不过是过场而已。 戏份不知重,但第二季似乎要加大叶青梅的存在感,不过原著中叶青梅出场及领盒饭。 从来没有正面出场过,所有关于他的故事都是通过书中其他人物的回忆拼凑而来。 第二季中,如果叶青梅要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的话,有网友担心会破坏了原著这种明线与暗线的双线安排。 另外在第一季的开篇,剧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学生张庆为叶教授展示的自己所写的小说内容。 叶教授以叶青梅之名,成为张庆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因此不少网友认为,即使叶青梅出现在剧集中,也应该由叶教授的扮演者源泉来演绎,但目前的路透消息则指出,叶青梅一角或将由杨超越来饰演,消息溢出。 不少网友哗然,表示无论是从资历还是业务能力来说,杨超越都难堪大阵。 且叶青梅一角的对手戏都市与禁地,陈平平等人展开,更令人担心超越妹妹在面对陈道明、吴刚这些前辈时。 能不能接触对方的戏,从目前来看,剧版一定会与原著有所不同,至于差异度会有多少。 那就是追剧时那种未知的乐趣了,视频说明中有庆余年的原著淘宝链接。 如果想了解更多原著中的精彩细节,点击订购吧。 谢谢您的观赏,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请您订阅吧,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一定要记住,订阅琪琪呀。